四部男生看完都会爆哭的垂涎电影 压力大一毛的时候 翻出来看一看 真的超级减压 一定要拿上那个泪点高的闺蜜 一起痛哭一次 第一部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胶 能把四百万人都看哭了的纪录片 影片进入了一堆九十多岁高龄的爷爷奶奶 在生命的最后互相陪伴的爱情故事 他们会像小情侣一样 一起穿情侣装 一起打雪这样嬉戏打闹 爷爷担心奶奶晚上上厕所害怕 就会守在厕所外给奶奶唱歌 真的太让人羡慕了 但是曲终人会散 最后在白雪挨挨之际 爷爷永远都离开了奶奶 结尾那段奶奶给爷爷烧衣服的片段 看完真的会泪崩 第二部寄春奶奶 一部关于亲情题材的影片 总有一些催人泪下的哭点 讲述的是 消失了十二年的孙女和奶奶再次相遇的故事 那些奶奶对孙女超级好的画面展现 真的太真实了 我每次看完都能想到自己的奶奶 真的感动到不行